坏雪可以做森保的701038吗?701038 小乐高带乐区欢迎来到坏雪的乐高仓库 今天我们来看一盒大家伙 这一盒呢就是森保积木出品的701038 一辆像是从侏罗纪公园里面开出来的越野车 但是坏雪学的语集说它是从侏罗纪公园开出来的 不如说它像是从中东战场开出来的 那由于它呢是科技组零件动建而成的 那按照我们的传统艺能 它的过程我们就不在视频里面展示了 你现在看到的是这一盒的成品 它的个头呢真的还挺大 我们去量一下它的三维尺寸 长度差不多接近36厘米 宽度差不多16厘米出头这么一点 高度呢差不多22.5厘米 那测量呢稍微会有些偏差 但是它的个头呢确实不小 把它跟我们之前做的乐高的皮卡做一下对比 来我们请上10290这辆老爷的皮卡 你可以看到这辆搭建出来的越野车呢 比10290这辆皮卡还要大上这么一点 它的个头应该还是能够让大家感到满意的吧 它的配色看上去呢也是相当的出挑 这一辆越野车全车以灰红相见为主 再搭配上框架上面的电镀零件 第一眼肯定能够吸引到你的目光 而我相信更多的人呢会被它车厢后面的那一艇机枪给吸引 机枪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呢 说实话可能是乐高的那些侏罗纪的产品玩多了 我们总觉得侏罗纪的那些产品当中呢并没有太多的暴力 就算有枪呢基本上也都是以麻醉枪为主 而森保积木的这一个呢 我一上来就来一个这个重机枪啊 前面还带有护板 这边还有弹匣 这边你看子弹链在往里边供弹 它的火力一定是相当的强劲 这么猛烈的火力我觉得 怎么着都应该不是保护恐龙吧 难不成它要去猎杀恐龙吧 注意一个细节 它前面的护板上面呢也有各种的弹孔 从这上面来看呢 它所对战的对象并不是恐龙 难道它还是用来保护恐龙的 只不过它的对战对象呢是那一些偷猎者 前面的这一些板上的弹孔呢全部都是贴纸 包括后面弹药箱上面的这一些说明呢也全部都是贴纸 弹药箱呢直接是用积木零件构成 而弹链呢是用履带零件来构成 做出来的效果呢我觉得还是非常出色的 而且这把枪呢前后360度转都是OK的 车辆上面框架上所用到的这一些电镀零件呢 光泽质量都相当的不错 以往我们看到这一种电镀零件呢 由于它本身喷涂电镀之后会加厚 所以它的咬合上面呢会有些问题 但是森堡的这一套我们在拼接咬合上面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就跟普通的零件一辆 由此可以看到国产积木的零件质量呢 实在不断的提升啊 电镀零件不仅仅运用在车辆的框架上 来这个轮毂呢也是电镀零件 这个光泽看上去真的非常的亮眼 红色的轮毂真的非常的出跳啊 再额外说明一下 整台车辆的尺寸呢 跟这个轮毂轮胎的匹配也是相当到位的 使这辆车既保留了一定的野性 又看上去非常的和谐 作为一个由1600多片积木零件构成的大套 悬挂自然是存在的 前后四个轮胎呢 每个轮胎都有一根弹簧悬挂 而且这一辆车不仅有悬挂 前后桥呢 全部都是独立拼接而成的 再利用悬挂等几个有限的零件 把前后桥架接到整个车桥上面 呈现出来的效果呢 自然是相当的出色 但是由于它整体的这个悬挂 呈现出来的效果偏硬 所以你按下去呢 会发觉它的这个轮胎行程并不够长 呃按下去总会让你有一种按不动的感觉 不过据说硬派越野的悬挂 本来就很硬啊 再回到车身表面的装饰上面 你可以看到车身上面的这些拉花呢 是用贴纸和积木零件交错拼接而成的 而贴纸呢 很多都是使用了跨砖贴纸 贴出来的效果呢 我觉得总体还行 但是你拼接的时候最好还是能够把线条对整齐一下 来看车头部分 车头部分呢 看上去非常有野性 而车头的这一块树状格栅呢 一看你就知道它的原型呢 应该就是木马人 前面使用了禁忌短杠 这个护杠看上去霸气感并不强 这里呢还设计了一个脚牌零件 它的车前的引擎盖呢 是可以打开的 但是打开之后呢 里边什么都没有 没有模拟的发动机 那是因为这里的空间呢 你后面在改造电动的时候 可以派上用处 但是我们现在在没有改造电动的情况下 这里多少给我们填点东西吧 不然打开之后 真的看上去不是很舒服 两侧车门呢都能打开 虽然没有设计线位机构 但是受限于前面零件的阻碍 所以它打开呢 也只能打开到这样的角度 跟真车呢还是比较接近的 不过这车里边座椅的配色呢 我相信很多的朋友跟坏雪一样 这个内饰配色怎么来一个天蓝色 看上去怪怪的 作为一辆科技组的车辆 车的方向盘跟前轮联动 自然已经是必要的一个设计了 这辆车呢自然也是有这个设计的 动起来呢还挺灵活 它的内饰呢自然也有还原 但是内饰呢全部都是靠贴纸来呈现出来的 呃总体内饰还原的效果 我觉得勉强还行吧 但是内饰的这个颜色呢 我真的有点欣赏不来 越野车后部呢是可以把机箱塔拆掉的 拆掉之后呢这里边所剩下的空间 你还可以进一步改造 包括把后面的轮胎啊什么先拿掉之后 这里边也可以进行电动化改造 它的备胎呢并不是背在车后的 而是直接这样平的放置在车后的 嗯这样的放置效果 车长应该会被撑长一些 这辆车通过简单的改造 利用里边的这些空间呢 直接可以把它改造成一辆遥控越野车 那遥控的功能呢 换血就不在这里给大家展示了 总体而言这辆车搭建起来呢 非常的顺手 整体表现出来的机械素质 以及零件质量呢也是过关的 额外说一下 这是一辆四驱越野车 来注意一下 前后都有差速器 当中呢还用轴把前后连接在一起 也就是说我们在转动后轮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它前轮呢 也会跟着一起来进行转动的 再加上差速器的加持 所以这辆车呢应该具有比较好的一个越野能力 但是这一盒三宝积木呢也有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 就是说明书上的一个色差的问题 你可以看到说明书上呢 对于电镀零件的颜色表现 表现出来呢 跟深灰色是非常非常接近的 我怀疑是不是就是使用了同一种颜色啊 当我第一次看到要使用这个电镀零件的时候 我还以为它要使用深灰色 然后我在零件盘里面找深灰色 找了半天 愣是没找着 最后才发觉啊 原来是这个电镀零件呀 来看一下这个电镀零件的这个颜色 再看一下说明书上所呈现出来的这个颜色 这个差距呢真的还是挺大的 如果不是经常玩积木的朋友的话 在这一步上面应该会感到非常的困惑 也希望厂家能够在说明书上进一步改进一下 把这个颜色标识的更加精确一点 那这一盒三宝积木的70-1538了 你现在在万能的第三方取道上面 差不多169元 可以买到一盒全新的1614片积木零件 169元的价格 这个价格呢我觉得还是相当实惠的 但是我相信你在搜的时候呢 可能会发觉还有一盒701039 也是这种类似主题的 但是个图呢比它更大 来701039 坏雪之灵也买过来了 后面有机会的话 来给大家一起做一下 分享一下 好了今天坏雪的乐高仓库就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视频 别忘了关注点赞分享 我是坏雪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by bwd6 我们下期再见